那96宗個案裏面有6宗是輸入性個案 有90宗是本地個案 本地個案裏面有26宗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本地個案 中環威寧頓街就是有一個salon和spa 就是可以做剪頭髮和美容的服務 較早前都有4位人士在那裏工作都受感染的 我們已經將其他工作人員30多位都接受了檢疫 都請他們通知客人曾經來過接受服務的人去接受檢測 但是我們昨天都發現其中一個病人 即是其中一個接受服務的人士是確診的 所以我們都覺得可能有機會有其他人士都會有機會確診 所以就是會出一個強制檢測的通告 如果任何人是去過這間店的 是在12月8日到現在去過那間店 雖然他之前已經刪除了 那就是需要接受測試 那如果他13日到17日之間做了測試 那我們當他已經是完成了測試 那另外今天我們都會在葵姓西的第八座 就出一個通告接受第二次的測試 今天的個案裏面都有一位在這個河山戀房的個案來的 那他是7900 那他是我們之前教做一位個案的家人 那就是過了生之後然後才拿個樣本 然後他的死因都應該是正在做解剖的 但是我暫時就未結 未知道那個死因是否跟這個新冠病毒有直接關係 就對了 那你真的不做的 所以… 那我一看 有的… 那我… 就對了… 到處了 那你那就是… 那就是… 那你呢… 那你… 有的…